国民党主席选战落幕 新任主席出炉 但恐怕只能开心一个晚上 因为挑战才正要开始 张亚中证件会上攻击朱立伦是美国泄民 因此一度要被移送考机会 算最后紧急喊停 但是也看得出这场选战砍得刀刀见骨 后期更是黑寒图卡网路满天飞 最后更频频传出操作气宝 选完后要愈合伤口难度很高 我说第一个就是军公教 第二个是安抚这个地方派系 因为打这个主席选举而已 只是一个战役而已 但是未来是一场战争 光你不要赢了一场战役 然后输掉战争 如果当选的话 他其实第一个要先伸出 所谓他的友谊之后 他讲过很多次要整合 可是他在整个选战的过程当中 给人家印象还是蛮有身段跟傲慢的 2022地方九合一选战布局 更是检验国民党路线的重要时刻 国民党党员深蓝又老的问题再度浮上台面 无法获得年轻人支持更难以开拓选票 想要重新获得台湾主流民意支持 进而重新取回执政权 恐怕是最大挑战 我们去掌握的民众里面 希望某种的安定 希望这个安定里面 是可以看到跟中国大陆保持 若籍若离的关系 他要在整个国民党的体制改革上面 让更多的年轻人 更多的新面孔有机会出现 而不都是权贵 或是权贵的亲戚 所以党主席一旦不是一个 真正的中立的造王者 一旦私心早就变成他指导 而且一般人在旁边拼命的 在想办法帮他当马前卒 帮他去清除路障 那其实国民党就已经一塌糊涂了 那又重逃辅测测 我如果不能派一个 自己能信任的人去代理 那我当然就自己要去的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 也未必说这两个要来分开来 其实很清楚 四个人里面就是 大概未来就有四组人要相信 新党魁出炉 要面对民进党强大的执政优势 还有民众党虎视单单瓜分票源 要如何让民众重新燃起 对国民党的兴趣 进而累积重返执政的资本 挑战才正要开始 环宇新闻 科冠成杨纸玉台北报导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 跟最新趋势 请订阅明明 请订阅明明